我的要求不高 嫁給我後立馬辭掉工作 在家洗衣做飯 相夫轎子 帥哥來陪老娘玩一會兒 哎不要害羞嘛來 親一個 對了一定要生老子 你啊那都是賠錢貨 親一個 哎你怎麼走呀 真嫂氣 女人要三從四德 裝這麼漏的 生個小姐 老姐不信然 謝人 你 要不是被逼婚了 我才不會跟這種下頭男人相親 哎 看 你 你 是個賤人 只要會做壓力搞在一起 不要報光你 啊 我 这夫妻 这兄弟 难怪山德富婆喜欢啊 不过这打扮 你该不会是这样 女人 女人 你是好美女人 啊 how can i be sure you walk away 啊 我 全身了一只鸭 真的给钱吧 啊 委屈你了 去查 把那个女人给我交出来 是 这不孝女 你还有脸回来 你逃婚 你知不知道 福田陆家的迎亲队 等你多久啊 我这老脸 都给你丢尽了 我听说 夏瑶昨天偷偷跑去相亲了 还和一个鸭子睡了 什么 这都是真的 到二了爸 你看 还有照片呢 成何体统 我现在宣布 请今天起 公司总裁 刘希希带领 私营你 和陆家的婚姻 必须旅行 行什么 我不同意 姐姐 那可是陆家 北城豪门 一堆女孩挤头想嫁进去 虽然那陆成舟啊 客死了很多 未婚妻 嗯 还有点老 不过啊 咱也可能很压强啊 留不得你 那是羞耻的东西 就是房 你要把你送到陆家去 哎 就嫁你自己嫁 我不去 算了 来人 把这个不效力给我抓回来 少爷 根据监控显示 于你 那啥子女人就住在这里 要派人进行搜查吗 不好意思师父 麻烦让我躲一下 是你 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 你干什么 昨天要不是我救你 你早就被父母宠信了 你干嘛 我可是你的救命人 你睡了我 我 只留下十块钱 这事你做好解释 我 他这是额上我了 十块钱 确实少了些 他这长相 每个五十一百万 打发不了的 我现在这情况 对了 跟我结婚 你的所有要求 我都能闭 我都能闭 你想怎么干嘛 只要你跟我结婚 我给你五十万 你觉得我是吃钱的人吗 妈妈 好好好一百万 一百万走过了吧 这是我最后的家当了 再多就没了 支付宝到照 一百万 一百万元 名证局见 少爷 这女人 脑子是 有意思的名字 陆尘峰 名字还挺好听的嘛 你是真想和我结婚的 不然呢 我钱都付了 别想赖照 既然 我们都已经领证了 那我就不瞒着你了 我结婚 其实是为了逃婚 所以我们 只是行婚啊 这个是协议 结婚期间 我们相敬如宾 等婚约结束 我们就离婚 怎么样 刚好我也想走婚约 不妨试试 宋宋宋 傻得帅了不起啊 没问题就签字吧 爽快 好 为了纪念今天结婚第一天 请你吃饭 走 你怎么吃啊 哦 吃不下 难以入口 哎 没有少爷命 却有少爷屁 还蛮体贴的嘛 看你这行为举止 还真有总团商人的味 不过你上次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哦 我在那工作啊 我去 真的是呀 会不会能开得起好扯 看你熬夜做 做工作还挺辛苦的 你还是多吃点吧 不不啊 哦 对了 这个是我妈留给我的小套房 虽然想 但是两个人住肯定是够了 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 不嫌弃的话就搬进来住呗 呦 这不是我那不珍惜的姐姐吗 啊 小阳哥哥 你好用力 我好喜欢 那是不是姐姐看到怎么办 管她姐在做什么 她着手 她到处找你 她到处找你 没想到你躲这儿 跟野男人约会啊 下天狗 你就这么几个 这位小哥 我看你长得还不赖 可得被骗了 夏阳 在街上人都不会看她眼 哼 泼妇 怎么动不动都打人 现将的 好好管管你的戒内 嘴巴欠就少说话 我的手可是不长远 长远哥哥 人家好委屈 好呗 没事 但等你去VIP房去 让我干的也去 张远哥哥 你真是太好了 那 要滚就赶紧滚 别搞臭冷饭 对了姐姐 明天就是我和张远哥哥的订婚夜 你一定要来啊 虽然张远哥哥是你的前男友 但我总会建议的 毕竟啊 张远哥哥 好了 张远哥哥 你去吃饭吧 我们在VIP房间 看看吧 你算了吃 对不起啊 让你先笑了 看来 他还是介意了 少爷 少爷有什么工作 清场 我不希望我和夫人的晚餐 被任何人打了 好 还有 让取三道餐厅 把那两个人拉黑 收到 好 体三道餐厅有贵宾立临 进行清场 若有不便 还请谅解 快看 好像是三爷 三爷 三爷 人气这么高啊 明星吗 哎 小哥 三爷 是什么人啊 三爷是谁你都不知道 他可是整个北城商界的神秘大佬 拥有产业无数 堪比地下皇帝 可惜三爷一直会成功开乐面 我请不计女色 我得抓机构 好 三爷 是他 三爷 是他 嗯 他看到我了 快看 三爷在那里 嗨 你怎么出来了 不吃了 哎 这里清场了 我们走 哎 他清他们的厂 我们吃我们的 哎 你是三爷 怎么可能 那不就是了 咱们不走 等他们赶我们走啊 哎 我和三爷熟 你 想什么呢你 哎呀 他们都说三爷不计女色 那你 那你岂不是很危险 哎 哎 我可不想结婚第一天就戴了绿帽啊 哎哎 你 对不起 我们体色的餐厅 从此以后不再接到二位 请二位自己离开 放肆 我可是替三脑的VIP客户 拼什么 这是三爷的决定 二位就是不服 自可以上诉 我可是江家人 你确定要赶我走 哎 哎哎 哎哎 你干什么呢啊 我要你服服 你这工作都可没啥药了 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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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哥哥 你看他们怎么没事 哎 肯定是夏阳那个贱货 自己做验自己 乱嚼舌根 夏阳哥哥你别急 明天订婚宴他肯定会来 到时候 不让他身败名列 少爷 调查清楚了 少夫人的背景很干净 只是他进幕后 这些我都清楚了 哦对了 少爷 还有一件事 少夫人将参加明天下母戏的订婚宴 将原影向你发出了邀请函 那就去 多快些人 我只要求一点 别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好 嗯 少爷 您不会 真的和他结婚吗 有问题吗 嗯 去好好准备 记住 明天务必看好我的身份 好 让我们恭祝新人 江源 夏沐熙 正式订婚 百年好合 感谢诸位 来参加小女 和江少的订婚舞会 借着大喜的日子 我宣布 从今天起 夏瑶 将暂时卸任 夏氏集团总裁职位 哎 由小女 暂时卸任 都说夏家大小姐金敏能干 怎么突然就卸任了 是啊 这夏家大小姐 怎么没来呢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但在场的各位 不凡有夏氏的股东和供应商 撤换总裁的事 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太不像话 唐唐总裁居然公然涨家 我本不愿相信 结果 却被我看见 既然要爆黑料 卓如爆点猛料 妹妹 姐姐 我还以为 你不敢来了 可别怪我了 你们要的大猛药 可不就来了 好啊 那我就看看 有什么大猛药 夏哥哥 你好用力 我好喜欢 姐姐 夏阳 夏阳 还不赶快把这假视频关掉 对 一定是伪造的 你个贱货 你 背着我跟我前男友乱搞的时候 没想过自己是个贱货吗 夏阳哥哥 他欺负我 夏阳 你要本事撤我来 你把希希出去 你自己失身或迷乱 还跑得再来造谣 夏阳 怎么会出你这么个下电祸 妈当小三上位 女儿当小三 拱营姐姐男朋友 去家破鞋 反了反了 依你满口无言 来人 把他给我压下去 夏阳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 我一直爱的 都是希希 就算视频是真的 那也是我们相爱的证据 倒是你 何压过瘾 人尽可夫 活该 你不被人爱 呸 贱货 想不到私下脸 夏家大小姐居然这样倒 这样不说负责 谁敢取啊 夏阳 你乖乖的嫁去陆家 我还当你是夏家的前进 老爷子 就他现在的名声 陆家少爷 会许个贱货 我直接把他赶出夏家 免得以后因为他 而连累我们夏家 三野到 江少居然把三野都请来了 这可是北城娱乐产业的地下皇帝 雷厉风行 铁面冷心 无人不畏惧他的威压 是啊 而且据说三野极为神秘 从不容眠 没想到 尽快来参加这个小小的订婚宴 早上练习的真大 嘿嘿嘿 三野 您能少回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 真是我一辈子的荣幸啊 三野行临 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 我这不孝子女啊 我已经把他驱逐夏家了 贏了 别张了眼 还不敢让他压下去 三野 他就一破邪 别别理他 来 我陪你啊 喝几杯 夏阳小姐 能否请你跳这舞啊 我没听错吧 三野说请他夏阳跳舞 三野可是从不敬女色 这 这是赶上他了吗 夏阳 臭屁子 这个时候还勾引男人 这 什么情况 奇怪 为什么感觉 在哪见过他呀 我把那个朋友 没有 我 全部 我 拒绝 这 是 你算了 太精彩了 这恶劳舞姿配上英俊身姿 这段舞简直是北城一绝 放开我 你我初识 要是才不放开我 我就最客气了 这丫头 对谁都这么狠 放肆 三爷是我们的贵宾 他能邀请你跳日舞 是你的荣幸 三爷可是张元哥的邀请猫的 你这贱货 我感冒 干得漂亮 我允许你说话了 骂人贱货前 先好好检讨一下自己 三爷教训的事 对不起 三爷 我 夏老爷子 我一直倾心夏瑶小姐 借今日的机会 我决定向夏家提琴 迎娶夏瑶小姐 不知老爷子 一下如何 老爷子 夏瑶虽然也有婚约 以她现在的平行 陆下不会要她的 三爷正好有意 不如我们顺着推舟 还可以攀上 地下皇队这个大树 嘿嘿嘿 三爷 您能看上咱的小女 嘿嘿嘿 那是我们夏家的荣幸 当然 我百分之百的同意了 我不同意 你这一女 不得任性 能够嫁给三爷 是你几辈子修了的福气 别不是好歹 哼 你为何不愿嫁给我 对不起三爷 我结婚了 这混蛋东西 你结婚了 谁给你的胆子 姐姐 你竟然真的找了个男人 随便去嫁了 我记得没错的话 她就是和你睡的那个牛郎吧 姐姐 你还真是风花雪月呢 闭嘴 你没资格评论她 姐姐 你虽然生活不简点 但以你的姿色和手段 调一个富家公子哥 肯定为问题 可惜了 自己做尽自己 这三爷真生气了 看来这下摇死定了 来来 三爷 不好 这三爷真生气了 看来这下摇死定了 上一个人老三爷的人 已经失神脏底了 那个三爷 我 我真的结婚了 您别逼我 老子维 姐姐 得罪了三爷 你以为就 三爷 三爷 你是不是打错了人啊 是 三爷很欣赏你 这没令牌 你先拿着 以后就是我们的贵宾了 我 我不需要 这翻野耍来叫许兮兮 真是好手当个下摇 死我喘了你 有什么事冲我来 可惜兮兮兮 呸 你多大的脸啊 啊 我今天 就要跟夏家做个了断 既然 你已经帮我除名了 那好啊 以后我的事 也轮不到你管 你 吹死我了 夏瑶 别以为有三爷照着你 我们就会怕你 过几天 三爷玩力了 一脚吹了你 你不要忘记了 你那半死不死的老妈 还住在医院里面 花着我们夏家的钱 你敢动我妈 我不会放过你的 好了妈 我们是一家人 姐姐既然得到了三爷的赏识 我们就应该好好招待她 姐姐 妹妹敬你一杯 感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订婚业 从前 如果有得罪的地方 还请见谅 以后要是攀上三爷这个大树 还要多多帮帮我们 姐姐 一杯酒的面子 你不会不给吧 姐姐啊姐姐 你还真是一如即化的蠢 今天 就让你身败名裂 姐姐 我就不陪你了 在场的各位 今天的事是我跟姐姐的误会 误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玩得开心 放开玩 来 果然给我下了药 还好我留了一双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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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可可 那个 那个 夏末系给你多少 我给你双倍 啊 双倍啊 哪儿老子玩你爽啊 今天老子好好尝尝 你怎么死 夏瑶 我说过 会让你身不如死 夏瑶 我说过 会让你身不如死 好我马上派人去查 你气得去查 妖妖要受到半点伤害 马上鬼蛋 好好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家沐西啊 都这个点了 他应该出来置识了 沐西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江上 要不你带大家一起四处找找 好 不好意思各位 一个小时前沐西失联了 电话一直打不通 想麻烦各位 一块找找 呃 我之前看到沐西小姐 去了客房方向 好 我们一块去那边找找 蘇云 你能确定在这儿吗 前太说 刚刚有个心下的小姐 在这个房间休息 八九不离十 小贱人 我今天让你尝尝被捉尖的知味 哦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 我 我 怎么会是你啊 你 好你给夏沐西 到底我要和这个别人家人睡 这回我不急啊 江上 别走 你一定是误会了 江上 让你上他 这我可怕 想不到夏沐西订婚第一天 就跟别人睡了 给江上戴了大大的绿帽子 快拍下来 这可是重大声音了 拍拍拍 你拍什么一点 别拍 看 夏洋呢 夏洋你个贱人 你人呢 你死哪儿去了 哎呀哎呀 大家别拍了 瞧瞧你们 我们家沐西一定是被别人挖的 为什么不是夏洋 为什么不是她 为什么会是我 难道妹妹觉得躺在床上的 应该是我 对吗 你 早在这里跟我胡说八道 什么 你没事 什么你没事 哎呀 我的小妹妹 就你这伎俩 在电视剧里都活不过一击吧 啊 你和你妈什么货色 我还不知道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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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想不到她这么快就赶来了 走 跟我离开 啊 我已经通知了夏洋西 不如 我们将计就计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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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夏洋呢 夏洋呢 夏洋西 跟我玩啊 我玩死 我吓你 姐姐 我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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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二小姐夏沐熙 因故意伤人 已被警方逮捕 望广大市民引以为戒 遵纪守法 是不是很疼啊 我 我会小心一点 怎么了 你是不是哭了 你还笑 我都快被你吓死了 好了 这点算对我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只要你没事就好 为什么 嗯 谢谢你救了我 自从我妈妈昏迷不醒之后 再也没有一个人 会孙不孤身地对我好 你是第一个 谁叫你是我老婆呢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以后 我养你 小姚 我可是伤员啊 谁叫你刚刚还嘲笑我 我 你包张包张 谋杀清风 这些时装是你设计的啊 以前夏世集团就是靠着我设计的这些作品才找到今天的 真好看啊 瑶瑶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我想找份工作来着 只是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 我觉得天圣集团适合你 你还知道天圣集团啊 你觉得我的作品能被天圣集团看上 那肯定的 他们的王牌设计师都比不上你 算了 你一个牛郎懂什么 来 先把药吃 我是说这 好好好 先吃药 以后呢 这里就是我们家了 你就安心住下 我 你先吃药啊 小白 我给你安排个室 给我滚 不舍子看懂 不 嘉然哥哥 你拜我了吗 我们重新开少保 你个二手啊 老子把你从老语保持出来 已经是最后的情分 以后手烦我 先疯 嘉然哥哥 嘉然哥哥 好了 别喝了 小人那个混蛋 男人都不什么好东西 爷爷 我只有你了 到底谁把你害那么傻 告诉我 我一定帮你做过气 还不是那个向遥 他因权狡诈 把我害得胜败淋 爷爷 你要帮我 啊 放心 火药是碰到那箭 我一定帮你 我死里吃 你都喝了 masking 嘿 味道怎么样 嗯 好吃 不愧是偷牌 不行体力好 还有你这手艺啊 好吃以后天天给你做 嗯 天下棋怒约我面试了 这是我的福西 我本来都没抱什么希望的 不就给你个面试机会吗 真是这么高兴 你懂什么 这个是天神集团 全球前十的大公司 我要好好准备出来 下一位 夏瑶 夏瑶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 可必怪我了 老师们好 我叫夏瑶 服装设计专业 之前 这不是夏氏集团的前任总裁吗 怎么 也沦落到自己出来找工作了 英雄不问出处 天神集团向来只探重作品和能力 我自然不明白 英雄是不问出处 但是 你真是什么意思啊 这里是天神集团 要是把你这个生命王级作风暮乱的人烧其平息 天神集团的名誉一旦扫子 你当到死吗 不安 赶出去 就你们天神这素质 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韩副总裁呢 我还真就不来了 宋子之权 亚亚 面试怎么样了 你说的对 我高兴得太早了 人家根本就不想要我 怎么会啊 我不是已经安排 安排什么 没什么 这结果不是还没出来吗 开心点 你现在在哪啊 我想去找你 看你右手边 啊 啊 你真好 在我最难过 最需要的时候 你都会出现在我身边 不对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是上晚班吗 这种情分 天神的富婆一定很多吧 吃醋啦 好了 我工作的酒吧 其实是天生旗下的 今天陪领导过来开会 是呢 怎么敢欺骗老婆大人呢 你赶紧去开会吧 我约了林林喝咖啡 哎 林林是谁啊 赶不录用我陆成风的女人 这小白 非教训她不可 怎么样 这批招了几个 这批招了几个 我用了四个 自己看的 我就以过叫夏瑶的来面试了 人呐 名声都臭了的破血 哪个正经公司会招一个婊子 少爷呀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这个人必须找醒了 而且他行为端正 我不甘心 白痴 你怎么跟我说话 作为副总裁 我绝对不会让他进公司的 这夏瑶是你什么人啊 信不信你赚高了一群丝 少爷呀 你怎么爬着副总裁的位置 你自己心里清楚 虽然你和少爷从小认识 但是少爷并不喜欢你 你死的这条心了 我管不着 招下聊进来是少爷的意思 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怎么婚身是女子 你也太不够意思 要不是我这次回国 我还不知道你结婚了 你要是跟我说说你老公 有钱没钱 做什么呀 有房有车吗 照片 给我看看 好好好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这是怎么了 心里不好 是你老公他出轨了 别瞎猜 就是面试 把面试官给得罪了 我感觉这次悬了 我以为什么事呢 你听我说 以你的能力 这家公司不行 换下一家 咱们有的顺机会 没关系 还是你最好了 开单 虎 匀 好吧 我知道 再一人 Melanie 你 我还有事 咱们下小鱼啊 拜拜 回去啊 回去 还能好好打招呼 你这么着急的 你傻呀 以零零那种八卦精神 每两下你流浪身边都藏不住了 其实我 我被录取了 为了庆祝你入职成功 送你流浪 车 没必要吧 你知道 欢迎光临 欢迎路总大家光临 需要什么车烽火就是了 路总 他们服务行业 对客户的尊称不都是这个走那个走的 对对对 那夏小姐 来来里面请 我们先看车好不好 这个是多少钱 三百万 这么贵 那这个呢 一百万 不行不行 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啊 还是务时点 这里的车都太贵了 咱们买个便宜点的呗 好 我听你呗 那个经理 您给我推荐一款十万以下的车吧 啊 十万块钱 夏小姐 我们这 哦 有有有 你也随我来 这车多好啊 没必要浪费钱呢 对吗 好好好 开心就好 杜晨峰 我不管你赚多赚少 以后都不许乱花钱 这以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还有啊 我不建议你的工作 但是你以后只能赔酒不能卖身 听到没有 好 好 走吧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陆总买十万块钱以下的车 这要放一千 哎 上班第一天 加油 喂 阿杨 你快来啊 刚不要把你妈妈的营养业管 什么 哎 上次把管你们是俩杀了灭口吗 这是我吓着的事给我让开 你 你能真是蓄意谋杀知道吗 其他从小对我照顾有灾 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 哼 跟趴非什么罐 和见过一些事 也不什么好东西 来呢 给我趴拉下去 不要 放开我 不要 不要 放开我 慧雅 别怪我狠 是你命不好 哈哈哈哈 夏家 一切都会送我的 让妹妹送你最后一尘 我要送你你个混蛋 你 阿杨 客帅来了 谢谢你了 接下来交给我 夏妖 上次的事完没找你算账 算账 上次没把你关进去 你要是皮痒了 我不建议送你进去 妈 你看那等于那样 你妈要是不活这么多年 花了夏家这么多钱 早该死了 我帮她解脱 你们应该感谢我 我妈的事又不找你们管 你早被赶出夏家 没全管夏家事 妈 我再多找两个保镖 把他们给我扔出去 你赶 来人 放肆 为我住手 夏未华 是你让爸的管吧 哼 好歹 我还是你父亲 才几天 连爸都不见了 你不配 不把管也行 如果你能回来 一切都好说 当初让阿姚离开的是你们 现在又让她回来 不是你们夏家人 说话跟放屁似 林大小姐 夏家和林家也是视角 看你爸爸在面子上 听我劝一句 别跟夏姚来往 学坏了不说 还惹得一身烧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夏家人 我用不着你管 还有 我不许你们欺负阿姚 都别说了 有我在 谁也别想逗我妈 请你们出去 姚姚啊 爸爸这样住 也是为了夏家 为了夏家 就可以把糟糠之妻 亲手杀死 你要这样想 原本我是给你们姐妹 拖好了路 如果你立行陆家婚约 西西嫁给江少 这样夏家现在 一飞而上 这还不都是你 你毁了婚约 还缴黄了西西的订婚宴 所以我才出事下车 你妈妈的医疗费用 一天就二十万 夏家现在已经承担不起 你妈的医疗费了 不是我不爱你妈 我是有心无力啊 按你这么说 这都怪我了 怎么会 出钱也可以 但你要听我的安排 嫁入豪门 爸也知道 你不喜欢的路成洲和山岩 但爸有一个 更简单的方法 把你妈的股份转让给我 这一切我就解决了 你 哎呀 别 别听她的 要么嫁 要么给 二选一 如何 这样 你妈的念就保住了 我呸 我呸 你 你这个孽女 别假惺惺惺的了 说是为了夏家 还不就是为了牢牢掌控夏氏集团 是又怎么样 有本事医疗费用你自己出 别累着夏家 好 以后 我妈的医疗费我自己出 我们的事 也轮不到你们管 那你就等着你妈妈入团圆吧 哼 你们自己处理吧 你们还处理来干什么 要八卦 我爸说交给我们处理 事情还没解决 我们自然是吧 怎么还想怎么样 自然是要把账算算清楚 这么多年 关你妈的抚养费 就有五千万 再加上教育你 养你 怎么也都再加个五千万 然后 还有 慢着 我为集团带来的利益 可不止区区几个亿 这又怎么算 你还真以为是你的功劳 没有我 没有公司元老的知识 你能做出成绩 行 没结果你那么表达的 看在我们也母乳一场 这样吧 七千万 从下架和你 一刀两个 这钱不能给 不给啊 我就不信了 你能时时刻刻陪在你爸身边 到时候 不给 别 但我有条件 第一 不可以再动我妈 第二 七千万 我有权分期付款 分三次付 这是我最后的一百万 先交账 剩下的 分两次付期 好 陈江 签协议 下摇 你好自为之 我们走着瞧 哎 他们诡句多端 你可得小心点 放心 只有这样 他们才不会打我妈的主意 啊对 这卡里有一千万 你先拿着 钱的事情你别担心 去医呢 我也会替你照顾的 钱的事啊 我自己会想办法 这也是你的钱 我不能收 哎 拿着 糟了 我也迟到了 哎 今天的会 只要说一下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悬疑心素 起了 上班第一天就迟到 还当自己是其他总裁呢 我妈妈住院 耽误了 下摇 迟到就是迟到 谁不知道 你那植物人老妈 在病床上都待了十几年了 找借口 你编个好点的理由 你 不服气啊 去 跟会议室每一个人 都端一杯咖啡 当个咖啡都不会 真是废物 天神怎么会录用你 这个蠢货 干什么看 陆总马上就要开会了 还不快收拾 忍住 下腰 回了妈妈 赚钱要紧 陆总 这个会议室 避免开得也太紧张了 陈锋 他怎么会在这 下腰发现我了 快帮我进来 陈锋 他怎么会在这 陆总啊 好 放心 我一定来 好好 先不说了 我还要开会呢 挂了 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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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给我挠下车 听好后 去跟我开个会 是 太爽了 太爽了 这种感觉 你怎么会在这 我那个 怀ろう 阳慌张张很 有 吗 刚刚 是 我老板 跟她开会 别 别跟闪犯人似的你 给我看你手 谁做的 就不小心摔了一下 不准骗我 好啊 其实是我的上司邵盈盈 我都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 就小声而已 你先去忙呗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 下班我来接你 嗯 怎么了 你不是挪车吗 在那边 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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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 那个 小鹿啊 你 太爽了 好 还是 这么开心 没没没没没 少爷 我是说要去开会吗 取消了 需要店 少爷爷那个疯子 伤害了一个人 量他几个小时算什么 少爷 我记得就这么一个小缺口 没讲到少爷还挺上心啊 就你话多 我说少爷 你俩关系 考验他 但现在 还把他不愿接受我 我等我等啊 少爷您仇家多啊 你这么做 是为了保护夫人 对吧 就你疯了 还唱 第一天上班就这么糟心 这一刻 没好日子过了 不是 那少爷你怎么得对他了 这么针对你 谁知道呢 或许看我是个新人 可以针对我 哎呀 依我看 你干脆辞职算了 再加上个全职太太多好 哎 你那个老 叫石鹿 鹿鹿什么来着 他做什么工具 啊 他呀 九万一箱 哎呀 先不说这个了 我现在最头疼的是 快快赚钱 我都快顶住了 哎 真好想跟你说 我手里呢 现在有个空腹子 空间大 地段好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咱俩一起开个社长工作室 听到 可以啊 杨阳 还在工作啊 嗯呢 要加班 嗯 又是你那个副总裁要求的 不然呢 还能有谁啊 哎 活了平洋被选气 无人存人了 你不用管我了 去吧 我做了夜宵 要不要尝尝 对吗 不想动 哎 哎 燕燕 当你累了不想动的时候 我就是那个在前面 拖起你的人 小白 你怎么办的事啊 警告少爷爷 再故意刁难 这个工夫他别想待了 这就是鸟也做出来的东西 我说尚从 这都是最基础的文本整理 你别接待你跳骨头了好吗 而且你要知道我面试的是 设计师 这点东西都做不好 还想到设计师 好 那我也直说了 我要的是符合我岗位的工作 这几天我都受够了 你要是再逼迫我 我自动辞职 行 想到设计师是吧 我可以给你机会 僵士集团的那笔围困 你要是能收回来 我就让你做设计师 再也不翻身 要是收不回来 立马滚蛋 好 我接了 夏瑶 太崇拜你了 还是头一次有人赶和少姐叫板 但就尾款都拖了好几年了 江少是什么人 少姐明显就是要赶紧走啊 随手 哈 哈 哈 虎哥 嗯 以后 酒吧展现这块 可就出了你了 哈哈哈哈 没问题 我平日的三爷身边那是安田马 他最信任我 只要我一句话 酒吧这块的业务 是你的 对 那就谢谢虎哥 来 派给虎哥敬酒 来来来 来 这不是我前前女友吗 怎么 想起我的好 快从来送到 说起你的没所调 我今天来 是有正事要的 三年前 贵公司在以天盛集团的三十八号项目中 尚有违款三千万未接近 我是代表天盛集团来通知你们 因为已经逾期 加上违约金两千万 总共五千万 还请接近 都他们成天盛集团 都他们成年往事呢 你觉得我僵尽集团 差这点钱 既然有钱 还请 献手结金 我让杨阳 以前和你在一起啊 还没觉得你单纯 但今天我去担你了 特别 我知道你能打 但毕竟是生育账 对吧 不玩虚的 你喝了它 款我立马结 好 我喝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少爷不好了 少爷应让夫人去找江少药围款 夫人直接去酒吧了 什么 半分钟 给我备好吃 好 江少 酒也喝完了 可以把张结清了 酒喝一瓶 这哪够啊 江少 何必为年一个姑娘呢 来 五哥给你倒了一杯 最后一杯 你喝了 江少你结款 我保证 来 姚姚 你才怎么样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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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发现了 换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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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人 你不是清高吗 啊 啊 跟我在这儿 碰不得我碰 你今天 我去要发现一下 我的浴火 来呀 来呀 我 啊 我 啊 杨阳 杨阳你们行吗 哈 我怎么弄死你 死了 啊 啊 你 就是这样 大老子 啊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三爷的新妇 你怎么在我面前放 行不行 我将捏死自我一样 捏死你啊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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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待会儿回来算 啊 哎呀 哎呀 啊 少爷去哪儿去 是你们 我好像 很难受 去那个 啊 非得不说非得不说 哎呀 再看把你 猪八爷 哎呀 没有没有没有 我 我眼睛进沙子了 我说了我说了 哎呀 好好好 我我我相信 召看好夫人 我去就回 是少爷 敢出开 嗯 啊 妈的 绝不得放我 哎呀 哎呀 哎三爷 三爷你这么来了 哎呦 哎呦 三爷 你给我们做主啊 哎呦 这都都是那个 陆成风打的 谁是陆成风 哎 就是那个 和小死我 那个小白脸 对 三爷 他特别看不清 嗯 而且他 哎呦 三爷 哎呦 哎呦 你你为什么打我 啊 危险 啊 别以为你做的 那些事情 我都知道了 听着 明天去天圣祭团 带上回馆 亲自赔礼道歉 忽然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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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三爷慢走啊 三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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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那晚上这杯拧奶喝了 先酒 嗯 错白老公 哎呦 昨晚是你救的我吗 我没做什么 出格的事吧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我先走就吃 你ти一下 我来 陈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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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知不知道自己闯了道 你知不知道自己闯了道 大伙 不都是你挖的坑马 我是叫你去收尾款 不是叫你去打人 你好大的胆子 怎么 做了还不敢承认 江绍可是北城豪 你不分青红皂白给人一顿 就连他身边的红人五个都个岁 哇 头白老公下手这么忙 不困是干体力活的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我现在代表公司通知 你 被开求 凭什么 明明是他们委屈在先的 我们可是打货笔 要是没有收尾围 你就收拾东西 屁马鬼蛋 你找我呢 小猫在哪 你看你干的好事 他们都转上门了 他们出来 有几天里门门门门 原来这么能打 是 得罪了虎哥和江绍 能活命就算气死 那也是 江绍 虎爷 你们怎么来了 昨天市治理员工作的不对 你们要打要妈都肯 我绝对不查手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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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是归错人了 啊 我以为也不是战争 你答应答应 都怪我 都怪我 杨姐 对对对 也怪我 也怪我 你都怪我 我又追不上 饶了 我 我是做过什么 天少 虎哥 他就是个小小元 哎呀 就是枪式起传器的维瓦合同 天津五千块 七天收 这是三爷的亲信封影 听说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二零万机嘛 可封影怎么会来这里 嗯 不知道呀 封影 封影大人 您怎么来了 是三爷有什么吩咐吗 您有事派个人过来就行 何必亲自来呢 我不是来找你的 夏小姐 这是 这是三爷送你的水晶项链 海洋之心 全球独一份 哎 无功不受禄 这么贵重的 我不能上 三爷说了 夏小姐 您值得 快收下 昨日三爷已经好好教训过他们 夏小姐之后大可放心 教训 昨晚不是陈锋叫了我 难道是三爷 也对 陈锋哪会有这个本事 啊 您替我谢谢三爷 这个我真不能收 还不敢滚 苗姐没想到你还认识三爷啊 是啊是啊 快收收呗 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钱我已经收回了 少爷爷 你说了 哼 散你一起好 夏瑶 我一定会让你身败能力 滚出天生忌妒 夏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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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也好 就是 工作不那么体面 但我是绝对不会嫁给陆成舟的 我不喜欢她 妈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赚够七千万的 但你彻底离开夏家 到时候 我们换下好点的医院 等你醒来 我们再一起拿回夏氏集团 好吗 好吗 妈 你快醒来好不好 我 我快有点支撑不住了 好吗 喂 阿姚 我们临下工作室都要开业了 你人呢 好 我马上来 妈 我先走了啊 您好 您播下的用户 您好 您播下的用户 你去查一下 夫人最近在忙什么 我 哇 好漂亮的衣服 这附近还没见过这么有设计感的衣服 是啊 可惜这家店不卖 只接受订制 下次一定交上我老根 给我订制一套婚纱 干杯 祝我们临下工作室 财员滚滚 开业大吉 好好好 那我先去整理整理仓库 你们先吃啊 好 您去吧 诶 这里什么时候开了一家时装工作室 破工作室有什么好看的 哎呀 虎哥 我学的就是服装设计 可我进去看看吧 也行 少爷 夫人和她的闺蜜玲玲 开了一间时装工作室 应该还在忙吧 工作室 嗯 她很缺钱吗 走 放去 好 人呢 什么破店 连个人都没有 你好 请问是需要订制时装吗 今天开业第一天有巨额优惠 保佑你的破优惠 把人家的衣服都给我包了 不好意思 先生 我们就要直接定制单 这些服装呢 都是非卖品 请见谅 直接定制单 好大的口气 就是不知道水平怎么样 小什么废话 我住三倍价钱 赶紧给我打破 不好意思先生 这衣服不送了 原来是你猜的店 哇 真的是好高的格调啊 对不起 这里不欢迎 顾客呢 就是上映 你懂不懂 嗯 喂 这些衣服啊 款式又土越老气 面料还差 下午鞋 请你出嘴 妈 怎么做生意的 我宣布 这里设计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我以赛亿的名义 都给我扣了 你干嘛 喂 住手 住手 姚姐 您怎么来了呀 这我开的店 我不在这在哪呢 虎哥 叫什么姚姐 怕他干什么 他就是个贱 夏沐夕啊 你可真能够大男人啊 上次怎么被男人甩的 是不是忘了 你 我告诉你 虎哥可是三爷亲信 捏死你 你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那你让他捏啊 来 捏一个 哎 亲 看我怎么收拾 虎哥 给他的颜色瞧一瞧 虎哥 你打错人了吧 我是你的宝贝天心啊 打的就是你这个贱人 打的好 虎哥 你可千万别把他忽悠了 他可是跟很多男人睡过的 别当接盘侠啊你 你这个贱人 敢骗 哎呀 都是我都是我 我这就贵 对了 哎 这里有一千万 你你你你先收拾 一个人三爷们家帮我 美严几句 嗯 虎哥 别抛许我 鸡骨蛋 夏阳 你给我等着 哎呀呀 你真的认识三爷 也没有很熟了 接他为民营 这家伙俗哈是奇的吧 这么难缠 三爷 非常感谢您前两次的解围 要是为了结婚这事的话 恕不运送 放肆 怎么跟三爷说话的 听说开了一家新店 就过来看看 说说看 想要怎么感谢我呀 三爷您大富大贵 我这件身家您哪里看得上 您不如提点提点 我尽量搬到 不如 就先看看你的服装记忆如何 这件服装的设计理念 来源于我的母亲 传统的服饰 遵循四宫九室十六角 四宫中的手宫乃是重中之重 我利用了十四种工艺古法 达到了缝纫机 所达不到的高质量水准 一针一线 丝丝缕缕缕 遵循了九世的脉络 制作出了舒适美观的服装 所以在我眼中 没有布料的优劣 只有手法的高低 而每一件出炉的时装 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当遇到喜欢和赏识它的人 便是无价 当遇到喜欢与赏识它的人 便无价 你开业的第一单 火下了 真的 真的 我想给我的夫人定制一套西式婚犬 价格又能开 那我把合同拟好之后再发给您 原来三爷有夫人了 还要结婚 那以后应该不会缠着我吧 有机会的话可以让夫人来一趟店里 我给她量身定制一下 她还在国外 不过她与夏小姐的身材相当 你可以先与自己做参考 冒昧问一句 你开这个工作室是为了母亲 她已经昏迷很久了 哎 我想这个三爷夫人会比我更适合 嗯 这次四年一度的时装秀是公司重点宣传项目 此前向社会征收服装设计稿恭喜两千多件 其中有两件就是公司的参赛者 我希望大家对这次服装秀保持高度证实 好 三会 夏瑶 别以为你千方百息进了公司 就安全 等着叫 好 那我很期待哦 春风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嗯 我开了一家时装工作室 以后可能会很晚回来的 嗯 我等你 这第一笔订单可是三爷下的 他对我 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呢 有点意思是什么意思 你喝得很熟 还是你对他也有意思 怎么 头拍老公吃饭了 才没有 无聊 他不会感到自卑了吧 哎呀 好了 我是开玩笑的 三爷就是帮我解了几次围 我对他没有任何好感的 甚至还有一点讨厌他 每次一出现都没啥好事的 哎 你为什么要讨厌他 他不是还照顾你生意了 你还帮他说话啊 他一个有老婆的人 还当众向我求婚呢 知道我有老公 他还送我项链那种 暧昧不轻的东西 吓头 你就是吃醋了 哎 那你 不是不成婚线啊 喂 姚姐 你快来公司出事了 啊 这是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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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谁干的 姚姚姐 我刚刚回来拿东西才就这样了 那就是你的作品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吵什么呢 还不下巴 这是你做对不对 参赛作品 都是统筹不能够做 关我什么事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和心思在这件礼服上吗 知道 你不想让我参赛 但是你没有必要尖踏一个设计师的心血吧 关我屁事 我只能遗憾地告诉 我有参赛 你资格 被取消 这件事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随你 你个落魄的千金小姐 舍得意识到 还想参加天上的水双秀 下游啊 我只想提醒你 金 秀之机 别忘了有一天 电池送宝 没有了资格 是 你们怎么办呢 我也很期待 这难过 一定还有办法的 可是明天报名就截止了 你真昨天 你想想 工作室里是不是还有你设计的其他时装 你提醒我了 我等了 我认为你 你这就不认识 我认识 喂 没人刚送来的 你的意思是 将我以前的作品 改成符合参赛的作品 在你工作室的名去报名 嗯 没错 但是 这个参赛资格阵容 没那么好弄的 放心 这交给我 你安心设计 我陪着你 谢谢你啊 陈锋 这什么名字好呢 很优雅的作品 充满了设计师的理念智慧 优雅加智慧 叫慧雅如何 你怎么知道 我妈妈就叫慧雅 好 我去给你倒杯水 立马去弄一个参赛四个镇 另外 查清楚 谁对夫人作品动了手脚 这位可是国际王牌服装设计师 这次时装秀的冠军 妃女莫属了 夏瑶 你怎么跟个屈从一样 见到风就算 可心死人 盈盈 你不知道 这夏季的野鸡啊 碰到这种 你见到上层人士的机会 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原来你们俩早就认识了 难怪这少盈盈第一次见我就故意针对我 这样就理得通 这位是 季少 你别管她 她呀 就是一个夏季的女人 嫁给了一个牛郎 现在还整天在那里逛 想帮大款呢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走后门进了天圣集团 这种女人也配进天圣集团 少小姐 用人不慎呢 接下来介绍 放心 她呀 很快就要全部该走人了 三爷到 三爷 三爷 三爷您从来不公开出席活动 这两次缺一方谈判 请问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请问上次与您一块跳 我的小姐是一个人吗 夏季高杰 你也可以来参加十个字 如果不介意的话 折腾你啊 计刀我说的没错 这一步都成三爷了 别因为一只仓一块的兴致 文森特先生 介绍 国家王牌设计师文森特 京都大族 记上 还有三爷 这节时装秀 果真精彩 欢迎各位来宾 参加天圣集团 四年一度的时装秀 与往界不同 今年的时装秀 有大量的作品参与 最终 经过多轮角逐 有四个作品 脱颖而出 今天 他们将在这里 争夺最后的时装皇冠 那么事不宜迟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 第一环节 时装展示 下面要讲展示 今天的第一件时装 来自文森特先生的 美人装 真不愧是王牌设计师 这些红高贵的礼服 张晓的贵族气派 这开场就是他 还让不让其他的人活了 就是啊 文森特先生 还得是你 小意思 这就是我的一个小作品而已 好 请各位宾客打分 接下来将展示 今天的第二件时装 此件时装 来自夏氏集团 夏慕西的 晴空 金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裙摆飘飘 不乏仙气 真是妙啊 我就说 清空的设计稿怎么不见了 原来是你偷的 姐姐 怎么样 赢了吗 你可担心了 爬得越高 摔得越重 哪我作品参赛 还这么像招 夏慕西 看我待会怎么教训 诸位记得打分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三件时装 来自天圣集团 少盈盈的黑玫瑰 这件时装 第一眼看上去 貌似平平无奇 可仔细看你会发现 它所用的布料 可是全国趣旨可数的滑布 纹理也是显而不露 小小姐 恐惧是千神二八九 这时装配合你的气势 盈盈盈 你的手艺啊 不愧是海龟 西洋记 却是更胜一筹 一群土豹子 夏洋 别因为参不了赛 就在这云朗拜仙 你哪有资格 评论我们的作品 接下来是今天的 最后一件时装 它来自一家 新成立不久的工作室 它的名字叫 慧霞 来自设计师 韩江雪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 奇怪 我明明看过 参赛名单 没有这个人啊 什么不入流的工作室 赶到这里对人现眼 无所谓 它无非就是想参赛 时装秀的热衣 背后 还不知道给同舟 不塞了多少钱 请揭晓 这我从未见过 如此美妙的作品 这一件 既不落入田地的俗套 也不高调彰显华贵 这是太妙了 不富庸风雅 也不滴妹流俗 这不特 环然天成啊 是啊 如此美妙的作品 真是百年难得一件啊 我们三个的作品 都显得永俗了 确实不错 不就是一件公主裙吗 有什么可看的 好了 时装秀有两个环节 服装展示只是前菜 模特展示部分 才是重中之数 赶紧下一趴吧 好 四个时装已经展示完毕 接下来呢 就有请四位设计师 挑选自己的模特 上台进行时装展示 萧小姐 我的美人装 想邀请你做她的模特 只有你才配得上她 哇塞 文森特看起来对邵总 真是青睐有加啊 那我就公器不如从命了 这还是第一次 盼望文森特 允许一个女人 穿上自己的作品了 这美人装 乃是出自 一流设计师之手 而邵总的身材气质 在北城 那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看来今晚的时装环冠 非美人装莫属了 哟 我就说怎么会来现场了 原来啊 是过来监制模特了 姐姐 虽然你还欠证我们七千万 但看在你这么穷 又这么累的身上 只要你 下回认错 这钱我就给你免了 怎么样 没兴趣 别生气 忽有妙见 可以让他当更粗仇 快说快说 我们只要把他的鞋根 弥断 再把他扭上 神不知鬼不觉 等他上台走几步啊 那一场年 接下来请欣赏 模特时装秀 赵总 你太美了 我太喜欢你了 一抹红色 不愿意厌压所有的颜色 你太美了 我也欣赏你 清晨可人 叫弟弟的样子 真想念了一个人的怀里 好好尝爱嘛 下遥 你的鞋根 可撑不了这么久 再走五步 就是你身败名列之时 一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爷 三爷 何事啊 这件 会啊 真是如他的名字 就像一件 艺术品一般 我一定会买一下 还希望 三爷给个剥面 是吗 那就要看你的实力了 虽然前面两件都很好 但这最后一件 真是太让人眼前一亮了 为什么你断 别慌 可能程度味道 待会儿 抽搅不成反十八米 说的就是你们现在的状态吧 贱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一笔之道 环身笔身了 你 这件作品穿在你身上 简直不可思议 太完美了 谢谢 不知道实际上 有没有来到现场 我太期待见到他一面 不看 这个三爷 什么场合都能见到他 晦气 太精彩了 事不宜时 让我们来揭晓 今晚摘得桂冠的是 来自 韩江雪的 惠雅 她以300票 满票获胜 什么 300票 冠军竟然满票获胜 让我们恭喜 韩江雪的惠雅 获得本次时装秀的 最佳皇冠 不可能 你令我的衣服那么好 这里面一定要问题 少总 这个是你亲自督办的时装秀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 你 我要举报 刚才我们的鞋里被人动了手脚 导致我们在舞台上摔倒 详细说说 我来做主 我们的鞋跟很明显被人动了手脚 刚才在更衣间只有我引以合他 很明显就是他 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 既然这样 大家不妨听听这个声音 大家是否熟悉 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 那既然这样 不妨大家来听听 这个声音 大家是否熟悉 我们只要把他的鞋跟弄断 然后再给他沾上 神不知鬼不见 等他上台走几步呀 那一场便 夏阳 这一定是你伪造的 三爷 这是我无意间录到的 是真是假 检查一下便知道了 假的就是假的 怎么到你在这里颠倒黑白 那你抄袭我的作品来参赛 算不算作假 算不算颠倒黑白呢 胡 胡说 你有证据吗 就你的作品 你别给我抄 那你来说说 星空有什么含义 星空里的一道道波纹 为什么那样设计呢 这有什么难的 星空自然指的是蓝色的天空 至于波纹 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我的作品设计出来就不属于我 解读学是属于所有观众的 你自然是不知道 这星空并不是什么蓝色的天空 而是青色的海洋 星空是天空倒映到海洋的影子 而波纹是海洋的浪发 这些都是以我的设计理念设计的 你怎么会知道呢 对不起啦 那这个清空的专利书算不算正经 想不到堂堂总裁居然抄袭 真是我瞎了眼了 夏洋 是我抄袭又怎么样 你只是个地界的兼职 哎呀 这些衣服得到最佳使用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也拿不到最佳作品 好啊 那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杀人诛心 让我们有请 时装会哑的设计师 韩江雪 她也来现场了吗 太期待了 韩江雪 能一睹她的真容 我也死而无害了 那这一抗真的是来直了 行 基本上就是她 自己设计 自己走台 丽亚文森特 真不愧是世界第一设计师 夏沐熙 转一下 不去了吗 不不不 你什么 人生都是你得也 偷出去 从今日起 吴志轩全面封杀夏沐熙 不是了三爷 都是我的错 记上 记上 帮帮我 记上 别叫我 我真的瞎了一次 我看谁 身为集团副总 这种小动作 虽然我动不了你 但我和你们总裁 也算旧事 要是还有下次 小心你的位置 哎呦 韩江雪小姐 不知道你这件作品 愿不愿意出售 我可以高价买入 抱歉 手卖 我真的很喜欢吗 一个意义如何 别骂 韩江雪小姐 我先生 如果 冒犯 我向你道歉 文森特先生 这件时装 可是他熬夜感触的 一个亿怎么能够 我出十亿 他怎么知道我熬夜做的 他 他不会派人监视我吧 夏小姐不说话 我就默认了 不是我 风雅 打钱 是 银行卡到账 十亿元 我去 这么大手笔 十个亿 虽然但是 我母亲那边的费用 所以可以接亲了 银行卡到账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我能怎么办 你不去挑衅他 抄袭了事怎么会暴露 好了 会不是怪你 或者是奇怪 夏洋从哪里又弄那一家时装 因为时间上完全不够的 我想起来了 之前我路过一家时装工作室 就是夏洋开的 会不会 他拿工作室的服装做修改 然后再以工作室的迷 去散散 怪不得我一时没有发现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阿薇 去帮我办几件事 务必给我办好了 少爷 带好了 一切稳妥 很好 记得换掉监控 夏洋 看你这次怎么死 少爷 怎么了 坚持到一些异常 你记得 继续跟紧跟踪 防止证据被破坏 好 你们先说了吗 这次时装秀得缓冠的 还将许 就是姚姚姐 当然啦 谁不知道 姚姐被少总被吊事装 闭掉你的脸 却连夜做出新时装 重新报名参赛 还拿了冠军的英勇事迹 少总您这次是被狠狠打脸了 我真是太崇拜姚姐了 上班时间知道 今天我们来复盘一下这次服装秀 我希望统筹部门可以给我一个交代 为什么报名截止之后 依旧发放名额 这是严重的扰乱秩序 增加各部门的工作量 邵总 那个名额是总裁要的 总裁 他要的干什么 我会向总裁核实 你们部门留下来加班 交给我一份自警报告 听到没有 接下来是后期 邵总 最要跟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保密项目会提前泄露 李总 您消消气 这是怎么了 我们和天圣合作的服装设计稿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泄露了 竞争对手提前上套服装 和你们设计一模一样 我说邵总啊 这可是保密项目啊 我们没有泄露 那问题都在你们身上了 好 李总 您稍等一下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夏遥 这个项目是由你负责的 为什么可以泄露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担保 我们不会泄露 你担保 你知道泄露的后果是什么吗 除了天价赔偿 天圣的名誉也会毁掉 我说了 不是我 所有人都待着别动 阿威 去 把它给我查查 郑和初次马起 都不得放 郑 邵总 这个项目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绝对不是我们泄露的 是啊 为了和我们一起设计 姚姐 还跟我们一起熬几个大业呢 你们是幸福 可是 某些人不是这样想的 少女 少她 哪是苏毛 姚姐的仇气 你 夏遥 事到如新 你还想说什么 少爷 这一切是谁做的 你心里最清楚 没想到你是个这么恶毒的女人 李总 这次事故 专属职员工 各严重了 我已经联合董事会 将她开除天圣集团 你想如何处置 请自骗 我们 绝对不插手 夏遥是否 按照合同的违约金 和公司的损失 二十亿 否则 法庭上见 我说过了 这一切根本就不是我做的 李总 你不觉得这一切很可疑吗 可疑 这是你们公司内部的决定 我当然找你 夏遥 事到如今 你还想狡辩呢 少 少总 表情一定是被冤枉的 李总 这里有你们说话的分吧 信不信 我把你们都开了 我没做过的事 我不可能承认 少爷 你 既然你要故意针对我 但没有必要对我的不原置气吧 还想保你员工 少废话 二十亿 狮子大开口 做梦 不给钱也可以 做情妇 大庭广正是欠你 我就当众修你怎么样 放 完了完了 陆总来了 这些姚姐死定了 你来干什么 快走 自己能处理的 睡到如今 还想逃进 陆总 陆总 陈凤 这个夏遥 跟私藏公司样品 还将公司机密 泄露给其他公司 我已经将它开除了 怎么了 不认识我了 你 对不起 麻了你这么久 以后 我不会让你自己面对这一切的 陈凤 他才是罪魁或少 你为什么 陆总 那违约的事 泄露 自然要陪 但不是找我们 而是他 你这什么意思 我 我没太懂 我没看错 我总是在维护了解 我 我也不太清楚 陈凤 你从来都没有打过我 你既然问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 我们亲没出马 我们俩家腿是视角 我不仅要维护她 还要还她清白 太好了 这个人我如果说没看错的话 是你吧 阿威 不可能 我明明把所有监控视频都删了 所有监控 我都备份了 说 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不 我 我给你拼了 说 到底谁指使你 不然 我说 我说 谁知道 春风 看见我出不动你的感情 你饶了我吧 夏瑶是我先爱的 但是阿威说的那些 我不知醒啊 我和你没有任何情分 所有人听着 我宣布从今天起 免除邵营营所有职务 逐出天圣集团 夏瑶兢兢业业 升任为天圣副总裁 李总啊 是我们天圣集团委约在先 我可以赔一部分违约金给你 但从今以后 你我公司的合作取消 好 我这样的处置很满意吗 这一切不是真的 你 还是我认识那个洋洋老公 春风 后面十年的感情 你这样为了一个陌生女人 她只不过是一个是我婊子 是我对你太逗了 别以为你在公司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 抬起同事 铲除异己 甚至还出卖公司 更重要的是 夏瑶不是什么不欺 她是我老婆 你已经不是天圣的人了 自己滚 别逼我动手 夏瑶 我今天所受的一切 会来都会加倍还给你 没事吧 没事 王老杨洋姐 想不到您深藏不漏 是啊 杨洋姐 你不仅人好 长得还好看 还是总裁夫人 现在马上就要升任副总裁 就是就是 以后我们跟着杨洋姐一起吃香喝辣的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怎么了 不开心 对了 我还给你准备补一场盛大的婚礼 你想想什么呢不知 对不起 陈锋 我想冷静一下 杨洋 你到底怎么了 是我拿你做的不对吗 哥 你觉得很好玩是吗 好玩 是不是你们有钱的男人 都喜欢隐藏身份 今天找个女人 来玩一玩彰显自己的魅力 然后在她关键的时刻 在她危难之际出现在她身边 扮演就是主的身份 你觉得很有意思是吗 我没有 我是真的 我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现在心里很累 杨洋 你听我说啊 结婚以来我们一直都很开心对不对 你千万不要 放心 我不会冲动离婚的 但是在我考虑好之前 你们还是分开那是怎么 你很爱你老婆 你要是感动杨洋 我绝不会放过你 有什么本事冲着我来就好 那就等着球 小白 背车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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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开门啊 杨洋 出开门啊 杨洋 杨洋 我好想你啊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我担心你 你一直不开门 我所以就 哎 你不是有钥匙吗 哦 对啊 纯 哦 对了 杨洋 你听我说 你来过家住吧 那里安全 哎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瞒着你 但你也不能一直老过我吧 你这对有钱人的偏见 对 我就是有偏见 怎么了 我最疼人别人骗我 哎 你 哎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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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莲 与莲 不走 要不要 要不要再带我 师父 瑶瑶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隐瞒我的身份 是我仇家太多了 我想保护你 没事吧 一定会没事的 瑶瑶 我对你 我对你是真心的 快快跑 快 我死了 要在一起 我跟你配吧 哎 少夫人是我呀 怎么是你啊 那杀手呢 放心吧 那个杀手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那少爷少夫人涉心了 啊对了 快做什么去约 神封 对不起 我不该那样对你的 其实在你上一次救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我 孙师 我已经决定了 只要你醒过来 我就吃着接受你 好吗 真的 真的 你是不是早就行了 我 瑶瑶 你原来我了 才没有呢 你可别忘了 你还借我一场婚礼的 好 笑什么 笑什么 陆承锋 嗯 让我最好好的检查检查 你的伤口好美好 啊 陆承锋先生 你愿意对下一个 我有一个人 你带你再来 我知道 他快就想突然 我不敢说 他说 你不是只是一人 让我担厕 他担心 他担心 你 谢谢观看